三年 这个孩子 梅雨之间 倒是有几分像侯爷 该不会是侯爷 你别瞎说 侯爷 你叫我过来是何事 这是 别问 先叫几个口风锦的下人照顾她 那只能先把她养在半月盼了 西块院人多嘴杂 怕是不方便 好 先别让家里人知道 侯爷 她叫什么名字 我们该如何称呼她 凤卿 那我让东卿虎珀前来照顾 他们嘴言不会乱说 好 我说立刻 你让他知道 我都不会想 你让他看起来 你让太阳瘾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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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只管照顾孩子便是 还有 这件事不能让别人知晓 是 是 侯爷放心吧 我会照顾好孩子的 只是 我们问也不问一声五爷 就自作主张 怕是当阳知道后不好收场 谁告诉你那是吴帝的孩子 我看那孩子瘦弱苍白 身上又浑浊不堪 若是侯爷的孩子 纵是再不济 侯爷也会护他周全 断不会沦落至此 凤兴的确是吴帝的孩子 是吴帝和丹阳成婚前的荒唐事 只是 家中突然多了一个孩子 怕是瞒不了多久 现在丹阳又是双身子 要是有个万一 可怎么好呀 这正是我所担心的 凤兴现在的样子你也看到了 凤兴现在的样子你也看到了 我怎么能 还让他在外面 过着实不果福的日子 何况 事情没有那么简单 这里面 前者甚多 侯爷的意思是 并难猴 无论如何 要先瞒着丹阳 顺利把孩子生下来 你 怎么就敢确定那孩子不是我的 侯爷是多么兴高气傲的人啊 要是看上哪家大户人家的小姐 还有可能 只是 谁家小姐的孩子会落魄至此啊 再加上那孩子长得又是 徐家人的模样 那只能是侯爷的了 春日夜那日 因为点春堂在唱戏 所以我在静安萱休息 我并不知道乔姨娘在里面换衣服 还没来得及出来 元年就闯进来了 后来 你都知道的 不信 不信也罢 我怎会不信 侯爷是什么样的人 凭匪患 争东南 堂堂男子汉大丈夫 岂会对我说谎 这事 归根结底都怪我 父兄死时 武帝年纪尚优 唯有正常在外 在家的时间驱齿可数 没时间教导于他 母亲逆宠 他就慢慢变成了一个 只知道吃喝玩乐的顽固子弟 我心计之下 只能对他严苛了一些 结果 他看到我就害怕 出了事 是 别说找我商量 第一时间就想着怎么瞒着我 侯爷现在开始改变也不迟啊 只要侯爷用心改变 我相信五爷也会感受到的